好 继续回到节目来关注的是 南海的大战线 我们来看是CSIS 也就是美国智库战略 暨国际研究中心 他们指出说 中国大陆在过去10年 在南海造了16个人工岛礁 总面积大约是15.8平方公里 这也引来了周边国家的对抗 但越南近年来也在填海造陆 陆续打造出了20个岛礁和环礁 其中之一就是画面当中 我们提供给大家看的这个岛 叫做碧生岛 碧生岛是位在南沙群岛的岩礁 越南在1978年宣称 对于这个岛礁是拥有主权 然后把它称为叫做繁荣岛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相关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来 南沙群岛 我们讲说碧生岛 或者人家讲说碧生礁 那它的相关位置是怎么样呢 这边是南中国海 那你可以看到太平岛 就是我们所熟知台湾这个 太平岛在这儿 它就在太平岛的西南方 所以相关位置你就知道 再进一步来看 因为这太小了 卫星这个空照图 它就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岛 毕生岛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竟然还开了港口 OK 一个岛礁慢慢的越造越大 然后现在地方 竟然这个地方可以开一个港口 当然就引发了争议 我请教一下伍佑老师 就我们刚刚讲说的位置 因为它在太平岛的西南方 它的战略位置 为什么会这么的重要 我想南海问题 它长期是一个争议的 它有两个重要性 第一个战略位置的重要性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包括岛礁所属的 不管是零海 还是所谓200海里内的 经济专属开发区里面 所拥有的能源石油天然气的重要性 那当然中国大陆在过去十年当中 它做的有关于 造了16个人工岛礁 大概总面积 大概有15.8的平方公里 那越南大概也不妨多让 它也大概造了将近20个 有关于岛礁跟环岛礁 那最近两个比较大家关注的 一个就是你刚刚所讲的新的 另外一个是中建岛 中建岛它现在准备要 好像越南要把它搞成 飞机也可以起降了 除了港口还有飞机场 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讲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毕生岛这个部分 而且至少也会比较引爆 它最主要是从去年的5月份 到今年10月份 快速的在施工跟在过程中 否则这些是老问题的 只是从过去到今年当中 它是快速在兴建当中 当然就会引发什么新的四波 所以变成说现在很清楚的 那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中国大陆本身 它中国本身不仅是原来的 菲律宾的黄岩岛 乃至于人籁礁 那越南的包括什么 包括中建岛或者说 包括像一个毕生岛的问题 那也涉及到什么 也涉及到美国最近 也在积极强化它跟菲律宾的关系 以及跟越南的关系 所以大家当然就会把这个问题 不仅当成是一个领土主权的问题 也当成是一个安全战略的问题 更当成是一个经济资源 很重要的争夺问题 因为它如果说这个毕生礁 这边越南有声称有它的主权的话 你看它主权可以延伸到这个地方来 那我也蛮好奇的 越南就是这样造岛造礁 然后就是电电吃三碗公 就是点点吃三碗公 它也不声张的 就这样子慢慢的造 这不会引发争议吗 当然会有的 所以说现在就是争议方面 才开始关注起来 OK 好 那我们说到越南 你就看到它的国家主席 武文省 他昨天就在日本 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岸田的官邸举行会谈 也确认了日本跟越南 在安全保障的领域要扩大合作 岸田在会后联合记者会上 也强调说 越南是实现自由开放的 印度太平洋的关键伙伴 武文省回应说 两国的紧密合作将为地区的 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记得吗 11月的时候 就是这个月 日本海上保安厅才派遣专家 去协助菲律宾海岸防卫队 在马尼拉湾进行演练 现在又要强化 跟越南的安保合作 Russ 你觉得 日本现在积极往南海在经营 最近提到的南海 一定都会连到日本 日本的背后到底图的是什么 日本不管是出口或进口 除非除了进口 出口到美国去 那其他的 尤其是欧洲都要经过南海 对不对 它的能源都要进口 都是要经过南海 所以保持这个南海的自由行 对日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我不得不说 这个也是美国压力之下 因为美国一直一直顾虑日本 在区域的这个安全方面 日本要加强它的角色 要做更多了 那过去的日本首相有说的 但是没有做的 但是东州不像安田最近几年 除了提升国防预算之外 也积极地跟 不管是跟菲律宾或越南 都在讨论军事合作 还有包括澳洲在内 都印度等等 所以它除了讲的 它的确是有很多动作 而且从军武的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今天像 比如说越南的海军跟菲律宾一样 就是什么飞弹快艇 小型护卫舰作为主力 那你说像日本的话 就出来一个 就算不是航母 也起码是类航母的 但是我们要记得 这个不是不当同 这些动作 日本的动作 有不当同这个共同防御的协议 可是他是不是也图得说 反正就是要达到最后 正常国家化的这样一个目标 我觉得日本讲这个已经很久了 但是看不出来他们真的会做到 所以有自由行的这些动作和联合的输入 是目前日本可以做的 但是真正会有共同防御的协议 目前不可能 好 在南海真的很多事情 美飞联航 这个联合巡航之后 现在看到澳洲跟菲律宾 也是启动第一次的 这个联合海上巡逻 然后范围是在 南中国海的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 我菲律宾军方呢 公共事务办公室这边也证实说 有两架中方的战机 被监测在西菲律宾 湖泊礁的附近 在菲律宾的A29B 这个超级巨嘴鸟的攻击机旁边 就这样子绕飞 菲律宾现在跟澳洲联合巡航 那对于南海的战略 或整个态势 会加入什么样的变数 李润你觉得 刚才Ross有提到说 日月首脑会面嘛 那日月首脑会面的主角是越南 那这一次呢 非澳谁是主角 我认为澳洲才是主角 不是菲律宾 澳洲为什么要进来 首先是你可以过去看 这个从四方会谈 就是美澳 然后应该是讲 这个日韩澳印开始 澳洲的地位 跟它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 在过去呢 它已经有一个 就是澳洲的房长外长 跟美国房长外长有见面 然后呢 它这个总理要去大陆之前 又跟拜登有见面 然后并且有个共同声明 还是在强调说它对于南海的这个主权的部分 有一个澳洲跟美国一个共同的一个讲法 到了东国大陆去之后回来 好 这是我们要看的是 菲律宾是第一次跟澳洲有一个所谓的联合的海上巡演 这是第一次 再来可以回想一下 澳洲前一阵子也跟日本有一个第一次 就是它可以去日本本土 去做军演 所以这个越来越多的第一次都凸显澳洲参与南海事务的深度越来越深 这就是它 为什么我认为说澳洲才是这一次的主角的问题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中国大陆这个军机 它不管是绕飞啦等等之类 其实它就是一个常态该做的事情 这个因为它毕竟还是要去主张它自己的领空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在军事上面 现在双方确实有越来越多 我们之前也有提到有越来越多这个 看似很危险的一些操作 包括军舰也有 军舰的超车 对 然后呢 军机也有 军机有超 我们讲也有超车的行为等等之类的 所以在南海上面现在看起来是 澳洲它要参与的机会越来越大 参与的程度也越来越高 而中方呢 它也明确感觉到这件事情 对 所以它的动作会越来越激烈 这个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所以中方就听到他们南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 叫田军里 他就指出说呢 说到越南就看到最近美军哈勃号飞弹驱逐舰 没有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 非法闯入了中国西沙领海 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 跟踪监视警告驱离 而且指责美国是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跟安全 而且说呢 这一次的事件是美国大搞航行霸权 制造南海军事化的另外一个新的铁证 痛批美国呢 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 现在中方面对像 刚刚我们提到的 美国跟菲律宾 还有跟越南这些联合的一些军演 非常的频繁 吴玉老师怎么看 接下来的相对应 在中方这一块的一个战略 应该这样来看 因为当然南海问题 它拥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 包括自由航行跟贸易 以及包括所运藏的各式各样的天然资源 所以因此它当然是一个美中大国博弈的很重要的场合 但是目前为止美中之间的博弈 只是争论说 有没有涉及到我的领海 还是自由航行权的问题 那到底是岛还是交的认定不同的问题 那如果只是这些问题 大概不容易会发生进一步的冲突 但是如果现在比较大的复杂在于什么 在于说美国在跟中国在南海问题上 因为美国跟菲律宾 它有军事同盟的关系 美国跟越南在今年9月份 它也全面提升是战略伙伴关系 因此有关于最近的菲律宾 跟越南在南海的问题 当然外界所想象当中 就不是中菲跟中越的问题 而是中美大国博弈的 代言人的延伸问题 才让这个问题变得比较复杂化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 我觉得说短期内应该 在这个问题上 不会发生很大的冲突 因为一个俄乌的问题也好 以哈的问题也罢 那现在北韩的问题 好像也成为大家关注的 那台海问题 当然大家也长期关注 那如果南海在支撑四端 我相信那对于美中双方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影响 所以中方我相信说 在这个问题上 应该不至于会有很大的战争 跟冲突的爆发 他还是希望保有战略定力 然后明确作为战略底线 大概在哪里 所以双方可能是一个紧绷对峙的 但是应该不会有一些误判意外 跟冲突的发生 了解 今年9月 其实大家记得吗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还跟这个越南进行了这个 就是建立全国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BBC就因此分析说 这不只是从越战以来 美越两国关系达到的全新高度 更是美国把越南视为 在亚洲抗衡中国大陆影响力的 重要关键 好 那么美越两国先建立了 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现在呢也派出军舰 不时的就是巡航西沙 刚才我们提到 中方已经提出严重的反对了 美越之间的合作 可能还会上升到什么样的程度 一任我先问你 这个要看未来 他们有没有联合军演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美国跟越南没有正式 对外公布过的联合军演 所以这是第一个 要看他有没有可能 真的上升到那个阶段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认为 美国的做法还是很简单 就是拉越来越多的朋友 然后希望一部分是把中国大陆 因为他也预想得到 也预测得到 中国大陆在南海的琢磨 真的是越来越多 所以他也必须在那个地方 要争取更多的朋友 但未来会不会爆发真正的冲突 我认为不会 因为现在他都还是拉帮结派跟交朋友的时候 好 所以从美国的眼光来看 Ross觉得怎么看越南在美国整个亚洲战略当中的角色跟重要性 我比较不乐观 因为毕竟越南是共产主义国家 那美国 信不过 因为有人权 也有人权的问题 不管是宗教自由 言论自由等等 所以美国合作我真的认为有上限了 因为还是会有国会议员会对人权的问题会有意见 而且拜登政府本来拜登竞选总统的时候 他会说他会以民主为主 那后来他因为地缘政治的理由 还是跟中东或北非 很多非民主国家还是加强合作 但是在印太地区美国常常喊民主 那要跟南韩 日本 台湾 菲律宾 印度 都是民主国家 美国一直在讲民主民主 那越南真的是 不是理念相近的国家 说实在 所以我真的认为会有 这个合作还是会有上限 你觉得就美国的观念来看的话 越南是不符合 有某些是不符合美国的民主标准的 对不对 他一点都不符合 一点都不符合 但是现在美国很需要越南 所以会怎么办呢 需要但是还是会有上限 因为 你觉得那上限会到哪里 大概是目前这个已经 现在已经到顶了 这个全面战略的这个关系 可能是上限吧 你觉得这个已经到上限了 对 你看对缅甸军政府 之前美国也是支持的 然后结果他把翁三书记 弄下台之后 美国有说什么吗 没有啊 所以美国知道 他们要跟这些极权国家要小心 尤其是在印太地区 因为你不能一边说 我们民主国家要站在一起 我们要包围台湾 因为台湾是民主国家等等 但是你另外跟越南交好朋友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我 其实某个程度来说我认为就是 当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 就是美方止损的时候 就是停止支持的时候 你看他现在对军政府也是这个态度 越南如果之后真的在南海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军事冲突 我认为被先推到前线的是澳洲 而不是美国 先推澳洲 对先推澳洲 一定是先推澳洲 或是说那个因为Ross他的道德标准比 他们美国还要再高一点 对对对 所以他看人权的 他是共和党人 民主党的人权 Ross是那个 道德这个 对对对对没错 谢谢 他看的跟 你看的跟你 你这个本国看的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